嗨 大朋友们 小朋友们 你们好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故事是 七彩下雨天 作者是韩国的金静华和韩国的江湘英 普普兰翻译 哗啦啦 哗啦啦 下雨啦 听到雨声 我一会儿竖起耳朵倾听 一会儿伸出手 摸摸雨滴 突然一个想法冒了出来 如果下起彩虹色的雨 会是什么样呢 如果下起彩虹色的雨 人们会怎么想呢 如果下起彩虹色的雨 动物们会怎么样呢 会高兴的手舞足蹈吗 还是害怕的东躲西藏呀 如果下起红色的雨 嗯 想一下我也会觉得害怕 大家可能会大声尖叫吧 啊 好害怕呀 如果下起橙色的雨 那是酸酸甜甜的 是好喝的橙汁吗 快伸舌头尝一尝吧 如果下起黄色的雨 翩翩起舞 那美丽的黄蝴蝶呀 扑闪着透明的翅膀在跳舞 如果下起绿色的雨 如果下起绿色的雨 绿意融融 遨游在海洋在海洋中的鲸鱼会不会以为是大海颠倒过来而吓一跳呢 如果下起绿色的雨 如果下起绿色的雨 遥遥晃晃 那是外婆洗得干净的蓝裙子 晾在了天上吗 如果下起紫色的雨 噼里啪啦 就像从天空中跳下来的葡萄莉 让整个世界都充满甜甜的味道 快看 在那儿 是彩虹 噢 原来这下的就是七色的雨 我们看不到它是因为它被云彩遮住了 彩虹呢 是太阳为没看到七彩雨的人们 送来的一份小小的礼物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